为什么要买二手房 二手房能买的吗 人家住过了的哦 还买来住吗 人家吃生的房你会吃吗 人家穿过的衣服你会穿吗 人家用过的牙刷你敢拿来刷吗 那么人家住过的房你会买来住吗 人家住过的房子 人家住过的房子 都可以买来住 我们的房子 大家好 我是JC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游览我的频道 那么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 一切有关房地产的内容视频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按赞 现在就按个赞吧 那在上一期有提到 Landed 还是 Condo 这个选择题 如果你有看上一期的影片的话 或多或少 我相信你心中会有一些想法和方向啦 那下一个选择题 就是二手 还是新发展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上一期的影片的话 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 去了解 选择Landed 还是 Condo 会怎样影响你的生活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时间点 首先我们要从时间点说起 现在是什么时期呢 没错 现在正是 Post-Covid 年代 也就是很多人面临着失去工作 或者是很多人的经济来源 大幅度减低的时期 那这场经济危机 对你购买二手屋 或者是新发展 又有什么影响呢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价钱 根据资深房地产顾问的预计 房价将会因这一次的疫情大跌70%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有分别呢 可能你会有这样的疑惑 因为这个影响只会发生在二手屋上 认真想想 哪一种人会愿意用低价来抛售他们 辛辛苦苦工的物质呢 没错 就是那些被这一次疫情影响了经济来源的物质 为了生存 他们才逼不得以用低价来抛售他们的物质 愿意做亏本生意 毕竟他们有这一种的资金和本钱 有这一种的能力去支撑他们的企业 不同于个别的物质 他们没有存在生存的问题 所以观察整个房产的市场 你很难发现耐心发展的价位 和之前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反正如果你用心去找二手屋的话 你会找到比疫情之前更便宜的物质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一定的存款 你可以花多一点时间 找找看哪里有便宜的二手屋出售 如果有这样的deal 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共享 经济负担 咦?身上一定有存款? 没错 如果你要买二手屋 你身上必须要有一点存款 Cash 因为二手屋需要给投契 律师费等等 我们先说投契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屋的 银行会协助你高达90%的load 另外的10%就是你的投契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中了一间500千的物质 你需要付50千投契给物主 另外的450千 银行会借你付给物主 另外你还要付律师费等等 各种律师费的计算方式 可以通过底下的网站去咨询吧 我已经把这个链接放在描述栏里了 除了投契和律师费 你还需要一大笔钱来装修物质和买家具 那如果你看中的物质有一定的年份了 你还需要请人去检查你物质里面的电线 水喉到底有没有坏等等 毕竟这些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 反观我们看新发展 现在新发展的销售模式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大多数的发展还会送你部分的家室和装修 甚至还有一些发展商会是送你全部的家室 基本上你的屋子建好之后呢 你只要拿衣服搬进去住就可以了 而且搬进去住了之后 家室和装修都还有warranty 说到这里啊 我相信有些看到这个影片的观众会反对说 你不要傻啦 其实这些发展商都已经把成本算进物价里了 就是mark up价钱了 最后也不是等于用自己的钱来买家室和装修 你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你可以从这两点思考一下 第一当发展商把这些成本加入物价里时 你就可以用这个物价向银行贷款买家室和装修 简单来说 你可以通过银行房贷的低利息来解决你的装修 购买你的家具 也解决买你的头期和律师费等等 翻观二手屋 你不能把这些来买屋子 带来的庞大附加费用算进物价里 然后向银行贷款 这些附加费用必须给现金 如果你不够现金而选择向银行贷款 Personal loan的话 利息又比房屋贷款高出许多 第二点 发展商是一次性和一间公司购买庞大数量的 家室和装修材料 也就是说 在买同一批家室和装修材料的前提下 通过发展商的手去购买 会比你自己一个人去购买来的更便宜 换句话说 你物质的成本降低了 那对于一个第一次买房屋 存款有限的年轻人 新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银行利息 影片前面提到了 这个疫情灾难期间 二手屋的价钱会比较低 但也提到了二手屋 需要比新发展预备更多的资金 那还有一个关于钱的问题 那就是 Progressive Interest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子 很可能你对 Progressive Interest 还很陌生 所以也借此机会通过这个影片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房产常用的术语 比方说一个新发展 需要三年后才建好 但是你已经在这个时间 向发展商预先购买了这一间房子 如果你是向银行贷款 银行会先替你付钱给发展商 那对于银行来说 虽然你还没有拿到你的房子 但是钱已经借了 所以这三年里 你必须要付这笔钱的利息 好的地方是 你不需要一次性付昂贵的利息 银行会根据新发展的建筑进展 来付给发展商 比如说这个新发展是500千 那如果这一场新发展 这个Project已经建了10%的话 银行就会先付50千给发展商 而你只需要给这个50千的利息就行了 那么不好的地方是你的屋子将要建好了的时候 你要付的利息就越来越多了 而如果根据三年的进展来算的话 通常你要预算在这三年里 总共交付大概是20-30千左右 是看物价和你建筑工程的速度而定 反观二手屋 你完全不需要顾虑这笔费用 因为二手屋的建筑工程早就在你购买之前 已经完成了整体发展 新发展和二手屋最明显的对比 就是一个新一个旧咯 但是除了楼层外观新旧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从新发展上得到更多的好处的 比如说发展商用的建筑科技会比较up to date 好比说旧的楼层会面对停电的问题 但是新发展的备用电源会比较完善 保安方面 一些新发展会使用RFID的保安系统 也就是能通过CCTV 自动扫描全部在屋子范围里进出车辆的车牌 或者现在也不难看到一些新发展送一些智能型的屋子 所谓Smart Home System 或者是通过语音和手机APP 控制家里的电器 比如灯、冷气、门锁等等 那我本人也是体验过这种智能家 可能一些正在看着视频的你 会觉得说没有必要装这些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像你一样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这些Smart Home System有一点多余 但是比起以前我们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的家 时代已经进步了好多好多 如果你要家有这种系统 真的会很方便 比如如果天气热 你刚上班回家 你可以从你工作的地方 用手机APP先把家里的冷气打开 或者是如果你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看书 你不需要特地走下床 然后把灯关掉才睡觉 你只需要在床上通过语音就可以关灯了 而且这些智能家用的智能锁 比起那些普通的锁 来得更安全更方便更实用 这些最新的科技 你都可以在一些新发展里找到 除了物质本身 整体发展也是比较完善的 比如进出口的设计 公共设备的美观和实用性 甚至一些新condo的停车场 也设计成high speed ramp 懂不懂什么叫high speed ramp 意思就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要parking 不需要在carpark里面捞来捞去 直接可以去到你carpark的那一楼 因为时代的进步 这些种种的新科技 都会在新发展里面找到 反观二手屋的话 就会让你失去能够体验 住在这种时代尖端的机会 这一个分别 就好像一个正在用着smartphone 还有另外一个正在用着 Nokia3310的概念这样子 风险 刚才也提到了二手屋 有你肉眼看不到的喧坏 这就是当中需要考虑的风险 但是新发展也有风险 比如给你的装修和家室 和你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 或者比较严重的是 发展商不能在预期内 完成他的建筑工程 甚至无法完成建筑工程 造成abundant project 我相信一些比较保守的人 都会因为这个原因 而放弃购买新发展 毕竟二手屋是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已经建好了的物资 而新发展在还没有建好之前 也只是通过agent的嘴巴 讲出来而已 那影片到了尾声 到底要选择二手屋还是新发展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做出不一样的考量 那我自己认为呢 如果你是买来自己住的新的家 总是比二手的好啦 因为不需要给那么多的现金 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拿这些现金去做投资 或者创业 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笔的现金 来买家事啊 或者是在装修上 而且新发展的家是新的 没有别人住过的 加上新发展的科技也比较完善 也更适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你觉得呢 那如果是拿来投资的话 到底是二手比较好 还是新发展 嗯 subscribe这个频道 在未来的影片里 我会跟大家解说 另外也把你的选择和你的考量 在下面留言 好让大家一起来参考参考一下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的话 不妨点赞分享出去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叮当 这样你们才会成为第一批收到消息的观众啦 如果你有发现市场上有什么新的project 不错的话 也不妨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吧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